为什么战无不胜的大明火器,到了后金军面前就失灵了,大明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火器帝国不仅火器种类多而且制造较为精良,在历次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无论是对付蒙古人,日本人还是国内叛乱,大明的火器总是攻势灵力战无不胜,然而凡事也有例外,明军的火器到了后金面前几乎完全失灵了。 在野外作战明军的火器几乎发挥不了作用,只有在守城时可以给明军一定的杀伤,后金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首先,与明军以往对手相比后金是只与众不同的军队和蒙古部落一盘散沙,相互倾压相比后金军不仅团结,而且敢于猛战蒙古人,与明军作战主要是为了抢掠,抢完后就立即退回漠北,为了避免伤亡一听道 而后金除了抢掠以外,还要攻城掠地他们不怕伤亡,即使枪炮如雨还是会硬着头皮往前冲,为了抵御枪炮后金军研制了一种特殊的武器,盾车这种车用结实的木料制成,并且蒙上一层厚厚的湿牛皮攻击明军据点时,就会推着盾车硬上明军火器一般,无法穿透。 即使没有盾车,后金军也普遍装备了用棉布制造重装棉甲明军火器根本无法对后金造成威胁。 此外后金军与日军不同他们的骑兵非常强大能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冲到明军面前让明军的火器失。 具优是明军火器已经逐渐落后战术,也落后了明军火器失灵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火器制造逐渐变得低劣。 由于明朝后期的腐败导致火器制造监管失灵,大量不合格的火器送到明军手上这些火器不仅打不准而且还容易发热炸糖。 有时候明军释放火炮,要冒生命危险,所以一点火,就会逃开根本不瞄准。 除此以外,明军的火器已经落后于时代在火神箱已经普及的17世纪明军,仍然热衷于使用落后的火门枪,也就是火冲。 与火神箱相比火冲的射程,穿透力都不足而且使用很不方便,根本无法对敌造成威胁最后明军的火器战术已经完全落后后军军一冲过来,明军往往还没等敌军进入射程,就胡乱释放火器而后军也相当聪明。 他们会以部分老弱,为幼儿引诱明军放炮等明军火器释放完毕,后军军的精锐骑兵马上发动冲锋而明军根本来不及装填进入近战。 出身于列民族的后军肯定比明军厉害多了,当时一般明军与后军军的作战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后军推着盾车缓缓是向明军车营,明军以战车位依托对后军放,枪炮但是却对敌人毫无作用。 因为明军的枪炮只能停射,不能抛射对付不了躲在车后面的敌军相反后军军的弓箭手可以在盾车后面抛射,从而杀伤明军当靠近盾车后后军的重,装步兵就会一拥而上破坏明军的车阵进入近战后明军就输定了。 随后后军精锐骑兵加入战场明军一般就全军覆灭了,所以在野战中明军对后军取得的胜利趋直可数,只能一拖坚成对后军作战。 然而当满洲人获取了红衣大炮,后明军连城也守不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